Hello,大家好,我是小猪,咱们Toyano的那个这大遮阳棚回来了,跟这个之前,我跟大坤不是开着自己家房车,把那个3米5超大遮阳棚送到那个咱网友那边去喷漆去了吗? 回来的时候这个遮阳棚是白色,然后现在给它喷成跟车,车体是一样颜色了,非常的漂亮,看不见了,大坤说这是保湿蓝绿,这明明是一个什么灰色吧,这挺好看的。 第一次看3米5的这么大的遮阳棚,到时候安装好了之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那到底有多大。 真别说啊,那这个大遮阳棚真是挺费劲的,在上面不管得搬台,完了还得找那个位置,搭眼什么的,还得找里面这个梁,就是这个遮阳棚又大又长又沉,然后得找里面就是能吃劲的地方。 看来大概是找了就是这个横梁稍微偏上的那个位置。 哎呀,我爸这家里的干啥呢? 应该是打磨那个棍子的,笑一跳。 朋友们发明发现我的嗓子有点沙哑,没有猜错啊,中午跟人家小碎的小家儿啊。 啊,看上去已经进入了打眼阶段了,位置都已经找好了。 第一个位置就在这个中门,啊,稍微靠前一点的位置,然后后面那个是在,啊,现在比较那个地方。 看,找着地方就好说了,就好整了,然后之后咱就给它打眼,然后固定那个,就是那个连接那个片。 哎呀,哎呀,我,他们一整这个镇压棚,我又想起咱们之前在,就是小车库,咱们整第一个咱们自己家那镇压棚的时候。 哎,那都多长时间了,挺长是一年多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在大热天在外面,按那个镇压棚,现在是大热天在屋里按镇压棚,都是大热天。 哎呀,虽然说这两天那个哈尔滨说是降温了,看天气报是,确实是看到降温了,然后也是。 有时候这两天确实是有雨,雷震雨,小雨转中雨,或者什么雨。 然后今天光是阴天,它也没下呀,太热了,说这个,那个厂房里面。 大坤说我天气报,真是的。 哎呀,太热了,跟那个汗中一样,这个。 看大坤的衣服,又挂挂湿。 我怎么大坤那么愿意出汗呢? 那天气报报得凉快。 实际上是闷热闷热闷热呀。 哎呀,瞅着这天还不错。 他们在这继续按这张房,咱看看车里头啊,哎呀妈,屋檐上机。 在这,我爸在这蹭那个家具呢。 我的天,别说,还真挺漂亮的,你看这个伞。 哇塞,真干净啊。 就是石木纸接板,还没有刷那个油呢。 你看,超大的冰箱,60升的,然后冷冻加冷藏。 非常的漂亮,这柜一看出来,这么长呢,超级长,我的天哪。 这个车里空间大,就是不一样啊,柜都看起来是超级大,超级长。 然后这侧那个柜已经抬下来,有点在车里磨那个东西太呛了。 哎呀,这么大吗,这个这侧的罐,应该是把那个抽拉书房给抽拉出来了,看。 看看是磨不磨完,磨一磨。 这个小圆甲倒的,是磨完了。 我爸干这个磨什么东西呢,是专业,相当专业。 磨得相当滑溜的,一点都不拉手的。 就是咱们正常这个雕刻机下完料之后,这个边边夹夹都是非常锋利的, 就是冷是冷嚼嚼的,非常锋利。 必须得是,就是盖完之后,不管你,就是正常普通的板, 咱们都贴封面条嘛,那就其实无所谓了。 然后就把那个脚修,把封面条修,反正呢,就可以了,就不刮手了。 但是像这样的石木直接板的布铁封面条的话, 就得是拿那个砂纸一点一点磨蹭, 就给它那个磨来磨去的,就给它磨得非常非常光滑, 看,这简直就可以盘了,盘的包尖,非常好。 木屋里磨的那个,也太僵人了。 除了看看这个咱那个白色大同胃外领,无数是一台车。 哎呀,已经铺完地板壳了,相当的漂亮了,看看。 精简红色。 大家都喜欢这个红色,看不看着,那是有一定道理的。 它家就是新出了一款灰色,我感觉那灰色也特别好看。 就是特别适合,就是板子是灰白色,然后地板是灰色, 然后内饰板又是灰色,就是这种浅色系。 哎呀,给妈吓一跳。 这个肚子里来了,谢谢。 两侧的这个固定架都已经安好了, 就是已经用螺丝给拧住了, 然后现在确定中间的这个位置, 还要拿线给它往上两侧一记, 完了就找到中间的那个位置, 感觉很聪明嘛。 安装完成了,非常的漂亮。 你知道当你在户外影地驻车, 或者是房车基地驻车的时候, 你要拥有一个3米5长的这样盆, 你是什么感觉吗? 拿不老少爽了。 你就是一个王者,可不是呗。 你开一个5米99的突压诺, 再牵出了一个3米5的这样盆, 天哪,你是王者中的王者,可不是呗。 咱们这台突压诺的那个车主叔叔到处应该是 整个号尔滨最亮的感。 这张盆跟原车一个颜色, 那个商壁摇还可以留个白。 对呀。 现在前面画都是浮电, 有可能我摇到一半, 这样摇不出来。 先试试吧。 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对,这是第一次摇, 先试一下。 行。 天哪,怎么能支数这么长啊, 这么大呀。 整个房车营地都是你的。 可不是呗。 这整个空间也太大了。 这太大了。 你这几点出来多少? 也有2米多吧。 我爸在那边说能摆两桌麻酱。 往上往后点看看什么效果。 行。 我也是刚打开, 咱俩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万万没想到这成功了。 万万没想到里面那个布是跟车体, 这颜色这么搭配呢。 这张盆也太大了。 这个车适合, 就是前面开一台这个车, 黄车, 后面跟四五个小车。 对对对对。 然后全家人到那儿之后, 卡车上一支开, 然后所有人从这车上开着往下倒的东西, 坐了椅子板凳, 所有人都围着这个车转。 对, 这也太带劲了吧。 说起来吧。 还是很成功的。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感觉这几次买的这张盆都是转着都非常的顺畅啊。 对啊。 嗯。 就感觉转一圈之后, 它会伸出来挺大一块, 就是转着特别不费力。 之前咱们有一个网友是自己买的, 是不是啊? 对。 自己买的就转着贼费劲, 就是, 马就一直在这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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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往那一停 距离路边 但是没有车情况 安全情况 你就是距离 咱们那个东北话叫道牙子 那个官方话叫路边时 你距离路边时三米远 他这张棚一直开 你就是这条道上最亮的 回头率相当高 对 但我估计这个车主叔叔 应该是个低调的人 他应该一般喜欢 找个魅力的地方执开 自己欣赏 那也很爽啊 超级大 怎么样朋友们 这次的三米五这张棚 是不是超级成功 他有上卖的 铺满了太阳能 不仔细手的看不见 是啊 铺的最低点 然后下面留了一个通风的路 行 非常漂亮 现在土亚诺应该是 改了之后非常完美 最近我发现好多车友 就是又偏向于土亚诺了 对 去年嘛 就是大家一窝蜂的 就跟小品里那台词一样 一窝蜂的全卖新权顺 对 都打拼新权顺 打破脑袋卖新权顺 今年嘛 上半年 V90 对 加上夏天 夏天 大家都买V90 一窝蜂买V90 最近好几个车友都在问这个土亚诺 对 去年一台土亚诺都没有 去年所有人 也不是所有人 大部分人都在问这个土亚诺 这个车 什么康宾自发动机 2.8的 是不是 后双胎啊 然后后驱啊 好多也有好多优势 但是它内饰稍微 还是粗糙一点 稍微就点 对 这个咱实话实说 大家可以到所有赛街店去比较 一共就这么三个车型 或者四个车型 看完之后 你可以试驾体验一下 哪个适合你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车空间是真大 还有这个质量盆 满美 大家对这个质量盆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想怎么利用 使用这个质量盆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然后有可能车主叔叔也会现身 对 给大家一个惊喜 对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 拜拜 拜拜 拜拜